鸡肉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又来了 先跟大家拜念了哈 今天做个四起饭子,预示大家四起饭菜 南方叫做红烧石头 开干,准备一块三分肥七分瘦的家里肉 先清洗一下 先把猪肉取皮 再切成厚厚的剥皮 再切点生姜 再多层肉 剁的比鸡就达得吃一口感 再切成厚厚 那么多吗你 注意贴着 比较剁碎很多 不然吃点骨感不好 再切点马蹄,切成火火 再去脆生生的哈 把这个肉量子搅拌一下 放在盐巴 生抽 料酒 蚝油 白糖一点 胡椒粉 左手搅拌均匀 顺时针搅拌 水分洗干以后加个母鸡蛋 继续搅拌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放入马蹄 葱背 再来点淀粉 继续搅拌 最好边弱边摔倒 充分上进去 吃些劲子 好 阿公点火哦 要得开干 锅烧宽油 稍微多一点啊 油污补成的搓到原汁下锅 阿子弄我下去哈 沙子外表金黄酥脆 而且有点反嫩的哈 就会盛出来不用了 哎呀这色有点小哈 骨头底下到葱姜白根 烧去生抽 烧去清水 蚝油 老抽 下到丸子 三分钟转小火 四十分钟左右 要得了起锅 稍微大坨点哈 好可 再捞出料子 出一点点薄钱 加上汤子 再点堆点葱花 这样一份传统名材 四喜丸子送给大家 就这个四喜丸子 我后几两瓶 问你们一个小红薰 你们会给吗 谢谢 来啊 我给你切了 要得肯干 这哪个 这边像我一样的 真怎么消灵 再一个整个整完不 嗯 弄过来吧 现在分开吧 分开差不多 再一个多整个就饱了哈 咱们不能了 再一个多汤子 哎呀 哎呀 好香 脆脆的哈 很舒服 因为我真的也想吃 嗯 我来点个汤 吃烂哦 如果这个马蜊牛家就有脆成一种香 就是这个家就有橙子感啊 因为这个家就有橙子感哈 来吧 往来来要送汤 哈哈哈哈 还有鱼啊 你看我一 你 往哪里谁来干 因为这个放在滋味儿以后 吃的并不逆人哈 这个群食全是肉的 吃的就是你了 所以这个马蹄饭你也是点睛之笔哈 小猫 好吃啊 哈喽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跟我喜欢附罗 这几个观众们 我到尾 我们来看 拍得个歪